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炖花跟燕花到底有什么区别 燕花蝴蝶兰跟炖花蝴蝶兰这些年来 一直被植物学家们分来分去 一会说它们都是同一个品种 过一阵子又把它们分开 今天来看一下这两棵到底有什么区别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棵燕花蝴蝶兰 这棵燕花蝴蝶兰我已经养了有四年了 叶子长得很茂盛 花梗也很多 长了一二三四五六只花梗 这个就是它的名牵 首先看一下它的叶子 叶子长得比较细长 不像一些蝴蝶兰的叶子长得圆圆的 它的叶子细长而薄 颜色是翠绿色的 是多花形的花梗 燕花蝴蝶兰的花梗是有续花性的 每年可以开好几次花 这两朵花今年是第二次开花 上个月一共开出了15朵花 花瓣的红柿跟白柿都是随机的 上一次开出15朵花 只有两三半是红柿的 现在开出的这两朵花 差不多都是红柿的 就跟第一次开花刚好相反了 去年这颗蓝花也开了两次花 两次花的颜色也是各自走极端 第一次开出来的是传红柿 第二次开出来的大部分的花瓣都是白柿的 花是有香味的 是一种非常淡的香味 这个蝴蝶兰是用水苔种植 燕花蝴蝶兰介绍到这里 再来看一下炖花蝴蝶兰吧 这一颗炖花蝴蝶兰我买回来的时候是一颗小苗 其实我当时买它的时候 订购的是一颗咖啡式的燕花 收到这一颗花之后我就一直养着 到它第一次开花开出来的花是白柿的 然后跟老板联系 他说它发错祸了 这一颗是白柿炖花 右边这一片叶子总是向着灯光生长 转向左边看上去不太美观 所以就给它做了一个脚型的动作 这颗炖花蝴蝶兰自从去年秋天开始开花之后 一直都在开花 两只花梗 花从来没有尖断过 它们的花是有香味的 是一种非常浓郁的香味 这个就是当时买回来的明签 明签上说的是燕花咖啡 谁知道开出来的花是纯白的 把照片发过去给老板 一看他就说是炖花 白色的炖花 这颗炖花蝴蝶兰 不论它的叶子还是花朵 都跟燕花蝴蝶兰差不多 如果不看明签的话呢 就看花 也没有办法分别出来它是炖花还是燕花 这个炖花也是用水苔种植 从花朵的形状来看 两颗蝴蝶兰的花朵都差不多 花瓶的形状都是一样的 我仔细看了很长时间 发现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花唇 燕花蝴蝶兰的花唇 看上去比较饱满 有层次感 特别是上一部分的花唇 侧面多了两片小的叶子 而炖花蝴蝶兰的花唇比较单薄 上一部分的花唇没有燕花蝴蝶兰那么细腻 这个图片是网上有关于燕花蝴蝶兰跟炖花蝴蝶兰 花唇的区别 也跟我刚才分享的情况差不多 盯着这两朵花看来看去 只发现了这么一丁点的不一样 再来对比一下它们的花期 燕花蝴蝶兰的花期不是很长 大概是两到三个星期左右 炖花蝴蝶兰的花期就不一样了 它的花期很长 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燕花蝴蝶兰的花香非常的淡 要凑劲才能闻得到 而炖花蝴蝶兰的花香是非常浓郁的 我对燕花跟炖花蝴蝶兰的区别 只是来源于这两颗不一样的兰花 或者其他品种的炖花或者是燕花 也有其他不同的表现吧 我也上网查询过它们之间的区别 很多资料说燕花蝴蝶兰的叶子的颜色 是带偏黄绿色 而炖花蝴蝶兰的叶子是比较墨绿色的 燕花蝴蝶兰的叶子会比炖花蝴蝶兰的叶子 稍微的要薄一些 对比一下我眼前的这两颗蝴蝶兰 燕花蝴蝶兰的叶子是稍微的去绿色一些 也薄一些 燕花蝴蝶兰的叶子就比较深绿色 也比较厚一点 对比来对比去 得到的结果就是燕花蝴蝶兰的花期短一些 花香淡一些 叶子薄一些 颜色也浅一些 而燕花蝴蝶兰的花香浓郁一点 花期也比较长 叶子偏厚一点 唯一有很大区别的就是花唇 如果您也有燕花蝴蝶兰跟炖花蝴蝶兰 不妨多留意看一下它们的花唇 是不是不一样 其实燕花蝴蝶兰也好 炖花蝴蝶兰也好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花都无所谓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